你的強度在2月的選擇當然是可以的 雙方是遠程的角色 理論上前期會被壓一些的狀況下 其實你輸不到十隻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哇 卡莎丁是承受了這一標 但是卡薩丁有成功消到Optimus的血 Celft已經六等了 現在卡薩丁如果往前跳坐騷擾 打得太過深入的狀況下是很危險的 卡薩丁又上去一波 他果然上去了一波 不過悟空選擇交閃硬轉他以後 卡拉丁在逃命的過程中 遭到擊殺變成了這一拖龍 應該是沒有太大問題 而且覺得IPT不太敢上來騷擾 這邊拖到雷歐納其實也不怎麼樣 沒有說攝影師交大絕以後再閃現出去 還是吃到雷歐納大絕定下來以後 再加上一個法諾斯的大絕 然後連畢爾都要死了嗎 畢爾身上還有點燃 沒錯Tick跳完死掉了 Light飛進來伊達斯 結果是一個送頭 那瑞賤嘎進來秒殺一個以後 因為他優先進化 刺力Q都沒有點 鱷魚先穿一個小兵以後 穿第二下進到草莊裡面看到他 古拉克之原地下一個大酒桶 是把卡麗絲稍微炸開了一點 卡麗絲勉強有還到他 這時候沒得悟空 趕上來支援悟空的一個大招連技 把孤立無援的卡麗絲給捐死在裡面 而且鱷魚是一看到悟空 那個轉讓失敗是卡麗絲拿到 太難過了 這個地方古拉格斯在偷紅 IPT是知道的 這個紅媽夫 哎呦 古拉格斯炸得好精銳啊 這太精銳了吧 這個大絕下去把卡麗絲炸飛 讓卡麗絲無法中擊 然後還把鱷魚往危險的方向炸 這一發太精銳了 然後把紅牆走以後 是一個瓮中捉鱉的局勢 哇 新尾頭隊剛才炸QTP 炸的真是絕世神炸 他剛剛 他有視野嗎 剛剛應該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看錯耶 他現在是有的 但剛剛好像沒有耶 那是一個巧合 他應該是有很多錢還沒有花的 嘿 可能在登 卡麗絲上前胸一波之後呢 當 Optimus以為他要走掉的時候 接著是換卡麗絲上來接招出手 是達瑞文的迴旋飛斧到了 成功的有 卡麗絲收掉 哇 QTP硬炸一個大絕之後 下點燃 他為什麼不太大 雷迪克頓剛剛 是想要被他 剛剛走上來 然後被中了一箭 膝蓋中了一箭 哇 這也中了一箭半條 哇呦 噢吼吼吼 噢吼吼吼 相反對適當的保持拒絕 我這個地方一閃進也就出 呃 我小明天 呃 呃 塔麗絲可以說是 勇氣可嘉 效果不髒 有人喔 這一箭 啊啊啊啊 這真的有在閃嗎 這連中兩標那個 保證是要回溫泉的啊 然後 然後 定義塔就被點 點 點20分鐘而已 各位觀眾 阿甕根本出不去 裝都還沒出來 小兵又一波的進下路塔 鱷魚選擇兩段前衝之後呢 是去找了法洛斯 但是西貓小小隊全員回防的狀態下 法洛斯沒有收到多大的威脅就暴斃了 其實兩邊脫掉了五個人 喔喔喔被戳到了 卡拉丁及時往後拉開 所以被戳完之後 沒有被雷歐娜接到敲暈喔 那這樣子是還好還勉強活著 這一次出來勾著一下 但是沒有抓到 阿瑞文表示非常尷尬的兵硬 直接進塔了 這時候是迴旋飛斧迴轉死神 再加上鱷魚開大上來擋 但是鱷魚十階被狗拉克斯敲到爆頭啊 阿琪金克斯閃現看起來是一個失敗 但是卡拉丁的閃現則是成功的跳到下面去了 只是耐德利還在追殺卡拉丁 耐德利成功殺死卡拉丁 Double kill在畫面外 把雷歷克等給打起來 要幫隊友這局時間喔 兩座水晶幣都被爆了 IBT現在進行非常的不妙 場上雷尼克頓已經重生出來 但看起來古城無力可回天喔 這個復活的速度是蠻快的 但是連守護家園都沒幾個人有了 狀況下這種地方要應手可以說是天方夜譚 當然SAC這裡是主動就是拉出來尋求一個比較安全的位置 讓達瑞文可以窮追猛捨 這位置上面來講 Optimus miss一個Q之後呢 換是變成卡拉丁這裡來上Q 卡拉丁跟卡拉丁兩個人聯手夾攻 成功的殺死了敵人 但是要接著要被抓了嗎 卡拉丁還有一滴血被身上不知道被點燃還是紅BUFF給殺死了 大酒桶炸回來FearFear Sayonana Goodbye 被他跑走了 原來被卡拉丁沉默不能引爆大酒桶是吧 但是呢還是一樣照樣是吧 設計給殺了 那時候雖然達瑞文非常努力的丟出他的普攻 也就知道了